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信条 张爱玲的信条是要出名要趁早 你们是趁年轻去旅行 中国从来没有一对夫妻会选择他们的旅行路线 海盗横行的索马里 零下71.2度摄氏度的世界寒急 奥伊米亚康 核辐射笼罩的切尔诺贝利 世界最活跃的马鲁姆火山 熔岩湖 这分明就是趁年轻去受罪 对啊 很多人都有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 但是想的是去舒服的地儿啊 你们怎么有一种 舒服的地儿我们都去过了 我们舒服过了 08年之前我们生意做的也不小 也号称个小土豪吧 然后也是该住五星酒店 住五星酒店 然后该装那会儿也装 那会儿就是 如果前台 我第二次入住这家酒店 前台叫不上我的名字 我会不高兴 真就是那样 然后哪家的服务好 哪家的菜好 哪家的哪道菜好 就我们甚至找到巴黎 也不是法国 李昂的一间小馆子 专门去吃它的一道香茬 那会儿你说我们装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我明白了 装就是享受 对 我明白 纯粹是活腻歪了 好吃好喝的都享受过了 要追求点极致的 对 是吧 这人呢 总得是逐渐往上走 感觉这种生命体验 但是再怎么体验呢 我认为如果是我的话 你不可能去切尔诺贝利啊 你切尔诺贝利这个核辐射呀 到今天那个附近居民的这个寿命 咱们都是有据可查的 没错 今天还在多少 每年死多少人 死多少人呢 你们这个身上受到的辐射量是多大 我们是之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和计划 然后我们当时没有穿防伏射服 只是穿了防尘服 因为防伏射我们能挡住β和α射线 但γ射线是挡不住的 如果我们穿了这种防伏射服的话 太重 我们在里面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然后当时我们 我是500毫系服接受了照射 他接受了470毫系服的照射 我们从踏进那个区域开始 我们身上的概格计数器就一直开着 那个感觉特别神奇 就是那天天还特别好 蓝天白云 鸟雨化下 然后树林就是郁郁葱葱 但是你走在里面 然后你身边这个手里的概格计数器 就在不停的风鸣 尤其偶尔那个峰值就到了头 就是你看已经爆表 那种感觉特别恐怖 我们的表是4999 就是极限值 但是树林里有一些未被清理过的地方 你把概格计数器往那边一怼 就是爆表 特别可怕 安全值是多少呢 0.12 你想跟4999 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同量级的 在里面害怕 一个是概格计数器想害怕 然后我们随身带的设备出故障了 更提醒我们这有辐射 相机 这个设备是其次的 我就说这人你们了解点科学吧 就说这个当时接受的辐射 难道这个辐射即便当时没事 时间长了 你就不怕将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我们五年计划中的第一年去出行 就是我们在那接受完这些照射之后 我们当天就有反应 当天第二天睡觉起来 然后梳头的时候 头发就一把一把的掉 特别恐怖 然后回来我们也去医院做了检查 白细胞的数量也就 就是锐减 对 然后但是我们也就是把我们所招设的这个辐射量 然后跟医生去讨论 包括在走之前 走之前讨论出来的500毫升幅的安全值 然后说了就是我们尽量建议我们五年之后再要小孩 对 所以还是会付出一定代价 你说这个何必何必必呢 可是关于那的传言太多了 有时候还有电子游戏里面也是以那为场景 关于那里的神秘电影 关于神秘传说 说什么有僵尸也好 有有那个几个头的马 然后汽车那么大的老鼠 然后鸟两个头还天上飞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核辐射对世界对环境的影响到底是个什么样 你不进去你真看不到 就所以是源于一个好奇 好奇 对 去了之后发现核辐射鸟语花香啊 是吗 这是 这是不是说明它对这个动植物也能繁茂生长 就是至少对植物来说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 任何的问题 当时我记得就是 有一个技术 就是有一个摄影师 有一个摄影师 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辐射呀什么的 他就在那个是四号吧 四号反应 四号反应 对 他就在直升飞机上 他就拍这个 然后呢 他自己后来的这个回忆 就是说 这种强辐射 他这个胶卷都已经 什么都拍不到了 然后他当时感觉到的就是啊 失去了听觉 他失去了对脑袋的感觉 就觉得像是一个宇航员 在那个宇宙太空 突然一下无声了 他就这么拍 后来他就说这个嘴里啊 有一种浓重的金属味 直到几十年后 他嘴里还是这个味 这就是点和色 弥漫在空中的点和色 会对人造成这样的影响 他这就属于辐射伤害了 其实如果命好的话 不会得癌症 但是如果命不好的话 就得癌症 但是当时我们在里头的时候 我们的镜头和相机机身 通讯出现故障 就是吗 对 就是很明显 然后咱们带着这个无线麦克风 这个也完蛋了 对 这个就滋滋啦啦 没有办法收声 哎呦 你说你们就仅仅因为好奇 就到那地儿去看去 哎 那五年之后 你们想生孩子吗 想啊 这个 樊岩子四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有了孩子之后 你们俩还旅行了 有了孩子可能就是另一段新的生活了 因为我现在 我没有那个能力再计划之后 我们只能计划十年 哎呦 真是 哎 你觉得现在很多人 你看包括有些什么老师啊 辞职啊 都是什么世界这么大 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真过了几年这种生活之后 觉得对自己啊 三观呢 是吧 我觉得这就是旅行 对于我们俩的 就是真的对于我们俩来说 就是我们人生的一场修行 就随着我们走的路越来越远 然后可能看到的世界越来越大 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是家 你们要这么大代价才能发现 不不不 但是真的确实是很多东西在改变 比如说我们第一季 呃 刚从火山回来的时候 我们还豪言壮语 我们要去挑战火山 我们要去挑战西风带 对 我们第二季要征服大海 要怎么怎么样 但是真的当南极长城战 接完婚了 那会儿就是最深刻的意识 就是 你得说说周围的环境 当时我们坐在那儿看贼欧 然后呢 有一些小企鹅在水里游来游去 对面就是纳尔逊冰盖 然后我就问梁红 我说你觉得咱们能征服大海吗 然后梁红跟我说了一句 说咱们能征服的只有咱们自己 对 哲学家呀 当时真的觉得所有能战胜的 能挑战的唯有自己 对于大自然一定要尊重 顺从 敬畏 对要敬畏 人的力量太渺小了 对于自然而言 对 那么包括第三季 我们走完之后 我觉得给我最深的感受 就是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好好珍惜身边的人 哎 比如说在海上遇风浪 我估计你们肯定有过 不止一次觉得自己可能要完蛋了 要玩完了 那一瞬间的时候会会后悔吗 会后悔 好像没有过 我没有过那一瞬间说要完蛋了 我的那一在那一瞬间发生的时候 我永远在想我的备用方案是什么 我要怎么办 人来不及想 对 那个时候就想着 你但是这种意外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经常发生 后来我们会什么呢 会后怕 没错 而且我们俩也会去讨论说 哎 刚才那事挺玄的呀 他说是 然后 举一个例子 在伊拉克北部的时候 然后一颗炮弹 迫击炮弹 落在离我们十米的地方 然后我们听到迫击炮的声音呀 迫击炮再飞过来 大概需要十秒 我们七秒钟能听到声音 只有三秒钟躲避 听到声音的时候 我们就该蹲蹲该啪啪 没想到那迫击炮弹就那么寸 就落在我们旁边十米 落下去了 臭蛋 哎呦 这家伙这是命啊 命大呀 完全是命大 后来老张就说了 说缺德事不多 老天爷不愿意收我们 亏心事 哎呦 还能这么高 乐观 而且你们有些就独到的发现 你们甚至有些行为 让我想起那个战地记者 我们这的那种 你比如说 你说还看见了 在这个土耳其边境上 就是这个这个走私石油的 有 这个是可以看得到的 其实 所谓的 说走私石油 其实公开的 嗯 没有人 所有当地人也都知道 就是一辆一辆的油车 在这么来回的运 在边境下 油车上插的是小黑旗 这就不是普京指责土耳其吗 所以土耳其跟这个 这个ISIS就直接买 其实普京要早给我打一电话 我就把这资料给他了 比克格勃还厉害是吗 我们是恰巧看见了 恰巧 但这怎么呢 是有管道呢 还是一桶一桶 车 是车 运油的大型的运输车 就是一车能拉个二十多吨 上面写着 Petro 然后就是一趟一趟 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 里面是石油 当地人跟我们说 里面就是石油 那你们怎么知道 是极端组织和这个土耳其的 什么公司之间的交易呢 这个可以猜吗 不不 这主要也是当地人 不是 这个你先这么说 这是可以猜出来的 因为这个车来的地方啊 是极端组织控制的区域 那儿 那儿还有哪个 中石化 你不可能跟那儿还有油井吧 嗯 然后呢 过了这道国境线之后呢 他到了是土耳其 哦 哎 你们对土耳 对这个库尔德人的接触 觉得有什么印象 呃 库尔德人 我就只说我们接触的这些吧 我们接触过耶拉克北部的和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 呃 给我的一种感觉是 他们并不像我们之前见过的这些阿拉伯人 他们是有区别的 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一样的 都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 嗯 但是 我发现有点区别 有一拨人比较极端的 是用宗教啊 在约束别人 然后有一些人呢 是用宗教在约束自己 嗯 这首先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然后第二个明显的区别呢 就是 就是他们 真是在 用着这些可怜的一点点的 甚至比我年龄还大的武器 去打2015年的战争 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那一点点的和平 嗯嗯 和平对于他们来说太可贵了 对 其实这点我们当时挺有感触的 我觉得我们因为只是个人立场嘛 对吧 我们在那看到的这些人 接触着这些人 我 我觉得暂且不把他们归为说好人坏人或者是什么人 但是给我们的感觉 这些人很真诚 很热情 他们跟我们说 他们表达出来的愿望就是我们就是希望 我的家里人不被战火牵连 因为在伊拉克的埃尔比勒 战线离城市大概就50公里 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 离摸索尔还不到100公里 对 所以 当时我们记得我们俩在车上还一直在交谈 说就是很穿越的感觉 这边是前线 那么开车一个小时之后 就是歌舞升平 然后非常繁华 非常热闹的夜生活 就是老百姓在正常生活 就一个小时前呀 你收音机的radio 就是收音机的 就是汽车的收音机 收到的就是对方的这个 就是坏人极端组织 这种反动的广播 这种说快来加着我们啊 快来效忠啊 就是这种广播 你走着走着呢 这个台就变成音乐台了 两个世界两中天 对对对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老张去那种地方 可能他也是想知道 为什么一个男人 可以娶几个老婆 是吧 但是你作为女人 你对那儿的女人 有什么感触 哎呀 我真的 收一个最直观的印象 就是我觉得 他们活得太惨了 就是 您快把他聊哭了 怎么说 这个真的造 尤其在阿富汗 我这种感受特别深刻 就是因为我在第三季当中 我们俩是一人开一辆车 我觉得一路上呢 在中国女人开车很正常 到巴基斯坦呢 很大家都很友好 然后都会跟你合影啊什么 然后到了阿富汗 我觉得我是没有变 但是车外围观的人 变化非常大 外面围观的人 就是一些恶狠狠的眼神 在看着你 他用电台 你都蒙着吗 我需要蒙着头 他用电台跟我 我们两个 一人车上一个电台嘛 他用电台跟我同联 我说梁红 你小心啊 我从后视镜里看 很多人都在看着你 然后我就听梁红那边 传来的哭声 就那样 气的 他是被气 特别委屈 为什么他们凭什么 要这么对我 有些人就拿石头 去砸他的车 对 就是他们认为 后来我就问向导 向导说 在阿富汗女人 怎么可能能开车呢 哦 对 他说在阿富汗女人 不是平等的人 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 女人是男人的物件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但是 阿富汗的女人就是那样 他们要必须要 裹在布卡里不能见到任何外人 你得形容一下什么叫布卡 对 就是一个罩子 一个大黑罩子 或者一个大蓝罩子 然后你也完全看不到人 是特别恐怖 那种东西 只有眼睛 让我说是被虐待的东西 没错 就是这儿有一个窗户 这个窗户呢 是完全被纱窗蒙上的 就是纱窗 就是隔山 纱窗 它不是透亮的 不是透亮的 它不是可以看到眼睛的 它是这样的 层数都带隔 对 然后呢 豆包布 就豆包布那种感觉 层数都带隔 然后罩在身上 那个地方 那个布卡 箍在脑的顶上 然后下面是非常大的 气温是40多度 然后过马路的时候 你想看旁边的车 那是不可能 你眼前只有这么宽 而且是带着隔 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地区 因为那儿确实 我们要逛一条 一条街道 那条街道是菩提树市场 当年说师傅走过那 选葬 我们就想去看看吧 然后不得已给他买了衣 让他穿上 他已经不会走路了 我觉得就是特别没有安全 他想伸手拉我的手 特别没有安全感 如果在街上发现这种情况 会被用乱尸砸死 哎呦 那你手拉手都 拉自己老公的手也不行 那是不可 你怎么能让一个外人看到你老婆的手呢 哦 这都不行 包括在阿富汗 就是我听说和看到很多女人受虐待的样子 包括有被割鼻子的 挖鼻子 切舌头 而且是当了自己的孩子 做这件事的都是老公 然后我就说 我说难道警察不管吗 他们说如果警察来了 他们经常会有男人往自己老婆 就是打极了 往自己老婆身上泼煤油 然后就烧 烧完之后 尸体就扔到垃圾箱里 警察来了之后 给警察塞点小费 跟警察说 这是厨房事故 哎 这个是塔利班控制的范围内的情况 还是在阿富汗是个比较普遍的情况 塔利班控制时期 然后被禁止所有的女人受教育 对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些极端的宗教思想 就是大家不受教育吗 那就是你们说怎么着 我们就怎么做 然后受这种极端宗教思想的迫害 他们有一些人 就是反对这样的人 是一个女孩 她希望能教所有的女人 会写自己的名字 能教会所有的女人 知道今年多大了 阿富汗的女人 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的年龄 对 我们听这声音 可能就像梁洪说话里声音似的 但我们看不到脸 问您高瘦啊 我六十 你怎么可能六十呢 你问的你高瘦 其实就问你多大岁 但是他会 他就会讲说他六十岁 我们说真的不可能 声音也不是六十岁 我记不得了 他说 你 我就问他 我说那您曾经印象里 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 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我连我上顿饭吃什么 我都记不起来 我怎么还会记得生命里 还有什么美好的事情 哎呦 对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 其实是一个特别 特别悲惨的状态 那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惨吗 还是 对 他们觉得自己很惨 对 他们也认为自己很惨 而且他们 无一例外 所有人 就是所有我接触过的人 最后都会提出一个问题 说你能不能把我的孩子带走 我砸了一回 我自己的摄像机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了 就是无一例外的 坐在你面前的 他他在发出声音 你感觉他十个人 但你根本看不出他十个人 照在那个 那个愚蠢的罩子里面 那种虐待人的罩子里面 然后开始一分钟之后 前面全是湿的 就是他会哭 然后哭湿 前面都是湿的 对 就你觉得 我怎么看 那还能聊得下去 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折磨 我看不到 像咱们这么 我能看到您的表情 我能看到您的眼睛 但在那边 我看的就是一团 就是这样 就刚才我不说到那个 有一个人希望教会他们这个姑娘吗 希望教他们写名字 认字 知道自己岁数的 这姑娘怎么死的呢 在喀布尔市中心 被一千人 上千人呀 打 打死了好几次 就打死过去 泼盆水醒了 最后呢 一下呢 就是给点着了 扔到了肮脏的喀布尔河畔 所以啊 你们这个旅行啊 看的不光是美丽风光 看的是人间极苦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听说你们还见着 库尔德人的女兵 没错 这是我们在叙利亚 他们那儿的女的就可以拿枪参战 所以这个其实我为什么一直很多人会问我说在你印象里 库尔德人是好人是坏人 我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去概念去定义过他们 但是我接触的这些孩子是挺让我心疼的 因为那些孩子大多数十七八岁二十岁 对 然后你问到他们 就是他们很热情很真诚 看到你之后他会 他会跟你就像 拥抱 对 就是像 他会跟我握手 对 我是男的 他会跟我握手 这个这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的 然后每个人都带了一个小象征 这个象征呢 我发现最后 哎怎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咱带毛主席象征 那都一样嘛 上面都是毛主席 他们带的每个都不一样 我就好奇 我就问 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这是我们的偶像 哎 我就想 我说那你们知不知道Jackie Chen 那应该都知道吧 他们说我们不知道 我说那你们的偶像是谁 我们的偶像是谁谁谁 他是个烈士 他在科巴尼战役中牺牲了 我要追随他的脚步 我的偶像是谁谁谁 他是烈士 他在那儿牺牲了 我要追随他的脚步 这全都是这样 然后 我说那你们的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价值观就是 保护住他们那一块 和平 让他们能有正常的生活 让孩子女人能受教育 然后最后呢 要解放全世界的女性 这是他们的价值观 他这个思想好像挺开通的嘛 对 他们 他们互相吃肩啊 互称同志 就是让我看到了什么呢 就有点像咱们那会儿延安的那个劲头 嘿 真是那样 真是那样 互称同志 然后 赴死沙场 什么都不在乎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为了要革命 要和平 我觉得不说那么大吧 就至少我接触到的这些姑娘 十七八岁 然后正是爱美的时候 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伤 非常大的伤 有什么枪伤啊 刀伤啊 贯穿伤啊 就是每个就是给我看伤口的时候 就是他们会很骄傲 很光荣 说这是我在打哪场战役的时候 然后什么弹片造成的 但是我觉得很骄傲 因为我保护住了那的和平 我们打退了坏人 就是 就那种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 他们也蒙面吗 他们最多的可能裹一个头巾 头巾还不是为了去遮住脸 只是为了倒风沙 对 叫库尔德女战士 对 这是我们在 叙利亚 库尔德女战士 克巴尼 对 你见到他们这个人 他们的这个这个容貌和种族 我不太 我不太了解 我记得当时特别好玩的是 在我们见到那些女兵里 其中有一个 他们就把她推过来说 这是你妹妹 然后我就露了一下 然后那个女孩就跟我说 曾经就是她走到哪 然后别人都跟她说 你是中国来的吗 但实际上她就是当地人 只不过她的面孔 就是长得看起来很像中国人 跟阿拉伯人长得还不是特别像 对 然后他们既不像阿拉伯人 也不像突厥人 也就是土耳其啊 这些也不像 他们就是自己的民族 你说像你们走这一趟 要不说我想起你刚才说 觉得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还是家啊 你走的这一路上 我过去听一个人讲过 就说这个你看 就恐怖分子啊 这个特别猖獗的这个地区啊 往往那里有一个状况 就是生不如死 就是那个地方过的这个日子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这些人 你像平常咱们看新闻就知道 像伊拉克那边 恨不能一个月炸个几百回 我的天 就是一天炸死几十个 我们俩在巴格达的酒店 你叫什么酒店 巴勒斯坦酒店的十六楼 吃完晚饭 在阳台上抽烟 看风景 看着看着 碰 一股黑烟就冒起来了 就是那个城市爆炸是常态 每天都有个三四起 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 我把当地人的感受归结于无奈 他们在这种无奈中生活 你看举一个例子 有一天啊 我们得到消息 说那个伊拉克空军 一架飞机 回来的时候 一颗航弹掉落了 掉到贫民窟里了 就是老百姓住的地方 然后当时出事了 我们说过去看看吧 到了那 我们到了那家 女主人出去买菜 带了一个小孩 回来的时候房子塌了 十四个人 全部遇难 然后 那个女人很痛苦 那女人就在街上哭晕了 我问她的时候 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有什么办法 珍珠选择在摘月 把他们带进天堂 让他们不要再受我们受的苦 其实就透露出一种无奈 但是 我不认为你说你们 为什么去这种地方呢 按说你们这是一个旅行吗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去这种地方呢 这是我们在09年计划出来的一条线路 我去走这条路的目的是 我想看看那的文化 我也想亲手触摸一下汉波拉比法典 我觉得可能我们聊的都太沉重了 都是我们一路上见到的那些比较悲惨的事情 但实际上我们这一路还干了好多其他的事 在这些悲惨中 其实也透露着很多的希望 对 就是他们已经生活在这样 你看拆弹部队 对 那不每一条每一句话都是希望 拆弹部队 他这次出任务 下一次不一定能不能回来 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每天能下班 能够每天下班回家 但是我说那你们为什么要去拆弹部队呢 他说只有在这个部队不是去杀人 而是救人 哎呦真是 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路上都在被各种的能量所感动 并不是说我们一路只看到了黑暗 其实我们反而是在黑暗里看到了光明 那也触摸到了很多文化 很多 这些遗迹还有很多存留 还有很多存留 我觉得我们也特别荣幸能在伊拉克国家博物馆 从头到尾的去